那么展厅当中有一件非常奇特的作品 也是我们这个展览当中 齿幅最大的作品 当然齿幅最大并没有完全的呈现出来 我们只能看到其中的一段 展厅的条件所现 那么这件作品总长有19.3米 这个高度将近有70公分高 这么大的手卷 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 也就是这是我平生所见 手卷里边也是齿幅最大的 19米3的长度 什么概念呢 就是如果我们在这个展厅里头 把这个手卷完全展开的话 这个方向是展不下的 可能要转过来 要在这个方向 用这个柱具 八米的这个柱具 OK 大不等于重要 但是大有的时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那么这件作品为什么重要 首先这个画家 庙炳炳太和钱维桥 两位艺术家合作完成 这个钱维桥画的所有的这个山水 亭台树木花草 也就是说风景画 这一部分是钱维桥的手笔 那么所有的人物 上至太祖母 这个七十五岁的老夫人 下至在地上窦草玩耍几岁的 这个曾孙 曾孙女 就是四代的大家族 大概有四十几个人物 我没有细数 这个回头我给大家数一下 一个全家福 那么这个全家福 所有的这些人物的肖像 这个人物的造像 都是由庙炳太完成的 庙炳太是什么人啊 庙炳太是乾隆时期画玉戎的 给皇帝画像的宫廷画师 当然这个时候 他未必已经应照入宫了 因为他当时是 以国子剑兼生的这个身份 就曾经汇至豫荣 后来乾隆南巡的时候 应照赤举人 那么再后来他曾经做过 兵部郎中 不知道是算厅局级干部 还是县处级干部 至少是相当于我们今天 国防部里面的中层干部 应该算是个五官 官职还比较高 但是他主要的这个身份 其实是一个宫廷画家 据文献记载 乾隆五十年之后所有的玉戎 都是由庙炳太 绘制的 所以这样一个给皇帝画像的宫廷画师 什么人能够请得动他 为全家四十余口老少上下四代人 画这么一个全家福 那这个人的身份 当然也一定不一般 那么这个卷子上面 没有留下文字 画的也非常的丰满 但是可喜的是呢 这个画面有一段独立的提拔 那么这个提拔 给这个卷子起的名字叫 嘉庆图 嘉庆 不是嘉庆皇帝 是家族欢庆 一大家子人聚在一起 欢庆的一个场面 欢庆什么呢 欢庆这个主人 受命去做敏浙两省的总督 所以这个画面的 这个画的主人 乾隆年间出任敏浙总督 行前就是刚受封没多久 全家人家族团圆 然后请画家描绘了欢庆的场面 所以叫嘉庆图 那么提拔里边呢 记得非常清楚 每一个位置 每一个人是谁谁谁 那么写这段提拔的人呢 是这个敏浙总督的儿子 那么他在十年之后 重新打开这个卷子 想起十年前 全家欢庆的场面 而这个时候画面上 有些人依稀已经感觉模糊 不记录下来 担心自己的子孙后代 无从去了解 所以呢 信笔就写下这样一篇 一千多字的一篇 算是继续文 那么这个提拔上面有一个签条 就提拔本身有个签条 是写提拔的这个人的孙子 所以已经是第四代 这个人很可能当年在这个画幅里边 就是趴在地上玩泥巴的小朋友 所以整个这个画面很神奇的 让我们可以穿越到两百多年前 这个十八世纪上半叶的时候 发生在 这个人应该是江苏人 这个因为庙炳泰是江苏 江阴那一代的人 总之是南方人 那么整个家族的一次欢聚的场面 我想这是绘画的另外一个功用 对吧 它可以写容写真 可以记事 这个它本身也是历史的一个传承和记载